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圣宫是在1902年 有当地的一位彭清汉先生 他来唱剑的 他来改朝换代 日本废除了这座庙 这座庙的三尊神明 包括关圣帝君 包括赵君爷 包括吕洞宾 这位三位三圣 寄人篱下到新浦镇上的广和宫 等到台湾光复之后 在班师回朝 从废墟中重新修建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1973年完工的三圣宫 1973年做的时候 请到当地的姓朱的匠师来重做 这位匠师是朱洋水的门生 叫做朱曹凤 朱曹凤这一年是63岁 他是1911年生的 他62岁的时候 带着他的儿子朱文渊 父子携手 来打造这座庙的 泥塑还有简林的部分 在前面的对抗度 有看到左边一个伸懒腰的 落款是朱曹凤 落款是朱曹凤 虎兵的部分 落款是朱文渊 这是很难得朱曹凤跟他儿子 同场一起留下的经典作品 这个时候有一段 深一层的寓意 就是朱曹凤这一年62岁了 交棒给他的儿子朱文渊 一种传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